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 娘 康儿 孩儿刚刚在门口捡到这只小鸟 它受伤了 它受伤了 真可怜啊 康儿懂得疼心弱小 娘就不担心你长出坏心眼来了 当然了 孩儿的好啊 都是从娘身上继承的嘛 不过 娘 孩儿真的是父王的儿子吗 他真的是我爹吗 康儿 自从上次你跟父王出征以后 你不是已经解开所有的疑虑了吗 没有 二爷想到娘你每天都郁郁寡欢的 十几年来 都一直住在这个破房子里面 整天擦着那根铁枪 还有娘拟对父王的冷淡 其实从小到大 孩儿从来都没有一个像家的感觉 孩儿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娘跟父王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 孩儿的身份又是怎么回事 娘 娘 你怎么了 娘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 想要休息一会儿 小王爷心情烦闷 你们不如去喝酒打猎或骑马 是啊 还可以召一群美女回宫 陪小王爷喝酒啊 闭嘴 你们两个笨蛋 不知道说什么最好就别开口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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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爷 好像有什么有趣的事 原来是比武昌天 就有什么信心 来 让开让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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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英雄好汉 在下姓慕名义 本是山东人 路过贵宝地 意在替小女念词 选得一位武艺高超 品德高尚的好汉 作为夫婿 燕京 是个卧虎藏龙之地 若有任何英雄好汉 可以胜得小女 一掌一拳 在下愿意 将小女许配于她 好 好 好 你去吧 你去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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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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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我们去 我们去 我们去你去 你去你去 你去 我走着 我来试试 好 好 这小女我取定了 免了吧 这么漂亮的姑娘 还轮得到你 难道让你这小朋友 和上娶过去 让她当寡妇 我若赢她 还俗又如何呀 废话少说 谨慈 二位好汉 击败出旗帜了 谁都可以打 谁先打赢我 我就嫁给谁 二位 礼物规矩 不得轮枪动剑 义父 我应付得了 是 一死 传ач 一死 跳 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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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死 放下吧 区区草莽之人 竟然懂得杨家枪法 但他耍得如此精妙 师父教我 却完全不是这种味道 莫非娘亲也曾亲眼见到 不这样精彩的枪法 才会对那铁枪如此着迷 还有哪位英雄好汉 想来试试 我来和你比一比 小王爷 人家是招亲不是比武 万一你赢了 我当然会赢 你们不是想让小王解闷气吗 下去 我就赤手通拳 来斗你的杨家枪 我们父女俩 乃江湖草吗 怎么配得上跟你这个大金的贵公子 结亲呢 公子请回吧 刚才可是姑娘你自己说的 任何人都可以打 姑娘不想嫁给我 别输给我便是 好 我跟你打 但比武虚公平 我也不用兵器 好 好 姑娘刚才一套杨家枪法 出神入化 不知是得到哪位高人的指点啊 看来中原到处是高手的 他们两个武功都比我好 走 且慢 这位公子 武功胜过小女 按照规定 李当将小女许配给你 可是 李武昭亲 只是切磋武艺玩玩而已 谁说要娶你们家女儿了 再说了 我堂堂大金小王爷 又怎么会娶一个宿女为妻呢 你这金人太没道理 存心找我们消遣 义父 算了 金人亲我宋徒 轻寿不如 女儿根本不会嫁给一个金人 只恨我刚才没有把她打倒 你谢我宋明心头之分 看来这位姑娘还没有玩够 好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 死死了 放开我 放开 连鞋都被我拿了 还不服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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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父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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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你这么做就不对了 我不觉得 你也管不着 你做得不对 我就要管 这个上面明明写着比武招亲 我第一次来中原 我都看懂了 你能看不懂吗 你打赢了这位姑娘 你就要娶她 如果你对她没意思 你干吗上来比武啊 还有啊 你怎么可以 脱人家姑娘的鞋子 你还摸人家的腰 你还打这位大叔 反正你总是做得不对 你做得不对 我就应该管你 荒谬 难道你说应该就是对的 不应该就是错的吗 你是谁啊 我凭什么按你说的做 我谁都不是 但是我说的都是对的 因为 因为她本来就是对的 这个叫道理 叫信义 反正是我娘和我师父教我的 他们说的都是对的 蠢财 我告诉你 他们是错的 小王我做的 我喜欢的才是应该 才是对的 你先别走 你要跟他们道歉 多管闲事 这两个人都身怀全真派的那家功夫 不同的是一个人的功夫正气 另一个人却透着邪气 为什么不打我 我就是想教训你一下 就是 没有必要打到头破血流的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小鹰白骨爪 道长 他们还没发现我们 我们快走吧 小王害怕他们 小王爷 你自然不用害怕 但若事情闹大 王爷王妃就知道 你在街头跟人打架 还跟一个江湖女子 产出了一桩婚事 恐怕不太好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小兄弟 谢谢你仗义相助啊 大叔 你不用谢我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 让他信守承诺 跟这位姑娘成亲的 大叔 我先走吧 小兄弟 义父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郭靖 郭靖 你别走 大胆 你知不知道我家主人是谁 还不退开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也不会退开 这位公子 请你跟我回去吧 你应该给姓牧的父女 一个交代 你要履行你的承诺 好 好啊 你抓到小王 小王就给你回去 别跑 我的公子 我就好了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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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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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又是你 你说 你叫什么 师父是谁 真烦 小王我最讨厌你们这种 牛鼻子臭道士 喂 你放手啊 你们忌讳前真派的功夫 怎么又会同时使出 邪门歪道的功夫 你说 师父到底是谁 臭道士你这么想知道 小王就让你见识见识 三花俱顶长法 你的师父是全真教 长春子秋煮鸡吗 那又谁呀 连你都打得过 这样的功夫根本就不值一提 你师父 功夫在全真教属上乘 那全真教 岂不是一帮废物 没想到师兄居然收了你这么一个 品行如此卑劣的小人做土地 今日频道看在眼里 若不替师兄教训你这个不孝徒儿 实属愧对全真教 我今天不费到你八成的武功 实在是愧对全真教 你实在是愧对全真教 师兄怎么会收一个金人做土地 师兄怎么会收一个金人做土地 果然是高手 那行为我人家好说得对 这藏僧刚才只是掩藏实力 故意让你消防 我当是谁 原来是银制上人 久仰全真派 铁角真人王处一大名 小王爷 您的命比任何高手都重要 绝不能和这些江湖草莽拼命了 小王爷 您要是再不回去 恐怕就要惊动王爷王妃了 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道长功力极傲啊 贫道也见识了 第二天 第二天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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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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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子恨何时命 驾长驹 踏破荷兰山区 这两把匕首 就把他们送给 为厨师的孩子吧 这所破屋 这支铁枪 娘亲的郁郁不欢 以及多年对父王的冷难 从小到大 孩儿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这是怎么回事 娘亲跟父王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孩儿的身份 又是怎么回事 康儿 娘亲告诉你这一切 你能承受吗 娘该怎么做 才是对你最好呢 不行 我绝对不可以 让康儿受苦的 原谅我贴心 我不能只守着过去 为了康儿 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 明天中午准时比试 王爷 难道 你真的要让小王爷 跟他们比斗吗 本王到时 自有安排 是 王爷 王妃求见 快请 是 王爷 卑职先行告退 走 夕若 王爷 王爷 你找本王有事吗 是 是 是关于十八年之约 留也好 走也罢 只要你快乐 本王 无怨无悔 十八年 十八年的日子不短 如果要看清一个人的心 已经足够了 喜若 匆匆十八年 本王觉得你 风姿不减当年 喜若 留下吧 这么多年 王爷对康儿和我的恩义 如果我再拒绝的话 就枉为人了 这么说 你真的愿意留下来 王爷不嫌弃的话 我想在康儿十八岁生日那天 正式入宫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再过几天 就是康儿的生日 本王双喜临门 我要大大的庆贺一番 来 喜若 从今往后 你 我还有康儿 就真是一家人了 我王爷弘历 是康儿唯一的 真正的父亲 王爷放心 康儿永远不会知道 自己的本性的 那好 让我们一起让康儿 永远做个幸福的小王爷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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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现在在干嘛呢 她叫我不要吃杂粮 那我就吃饱一点 就没有胃口吃杂粮了 客官 您养的点心 谢谢 这个黄贤弟真奇怪 怎么爱吃这些东西呢 娘说只有姑娘家才会吃点心 客官 您慢用啊 客官 您慢用啊 客官 您来了 要点什么 来碗青粥 来一盘花生米 好嘞 您稍等啊 黄贤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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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哪儿呢 黄贤弟 你在哪里啊 我在这儿 你是黄贤弟啊 错 我是黄贤妹 不 我是黄蓉 黄蓉 你叫我荣儿吧 我爹爹就这么叫我的 荣儿 我知道了 你是个姑娘 荣儿 那你为什么要扮成黄贤弟 还要扮成乞丐呢 好 不告诉你 怎么样 我美吗 美 从未见过比我好看的姑娘吧 我见过 谁呀 我娘 你娘 嗯 那你娘岂不是个角色佳人 可不是吗 她长得什么模样 我想见见她 好 以后我带你去大漠见我的娘亲 我娘她可厉害了 什么都会的 是吗 嗯 那她 会不会唱歌 唱歌 我娘她不会唱歌 她会放羊 会劈柴 会批柴 会扛东西 还会补帐篷 会洗衣服 我娘她不会唱歌 她会放羊 会劈柴 会批柴 会扛东西 还会补帐篷 会洗衣服 会做饭 嗯 还会骂我 对了 她最大的本事 是训牛和训马 真的吗 那她 疼不疼你呢 她当然疼我了 不过 她管得我很严的 不准我做坏事 不准我吃杂粮 哦 对了 蓉儿 我刚才给你打包了点点心 你一定爱吃的 对不起啊 蓉儿 我把她压碎了 你还是不要吃了吧 哎 给我给我 给我 别丢 很好吃呢 景哥哥 真疼蓉儿 不像我爹 他不疼我 你爹他不疼你吗 这么可怜啊 哎 你不是说 你爹已经死了吗 你这我爹爹啊 没有没有没有 嗯 难道是我记错了 是我娘亲 我娘亲 在我出生以后就死了 我从没见过她 我爹跟你娘不同 她每天不是弹琴 作画 写诗 摘花 便是赏月 练武功 要不就是给我讲故事 发脾气 她也做吃的 不过她十分挑剔 只做最好吃的东西 不过总之我恨她 哎 你爹他还挺特别的 是啊 不过 我觉得你不应该跟她吵架 不应该恨她 道长大叔 连我的仇人都不让我恨 你怎么可以恨你的爹爹呢 你这样子的大好人 还会有仇人 嗯 我这次来江南 就是找我的仇人段天德 报杀父之仇的 你爹爹被人杀死的 他在我出生之前 就已经死了 你没爹 我没娘 咱们同病相怜 这样吧 我帮你 我们一块去找你 杀父仇人报仇 可是 我现在还不知道 那个人在哪里呢 对了 这次我来江南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找我十八年前 结拜的一个兄弟 我师父说 我跟他还有一个比武之约 不过 我不想跟他比武 我只想跟他相聚 没关系的 不管是杀父仇人 还是结拜兄弟 永儿都陪金哥哥 一起去找 好 王爷 王爷 好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们一起上吧 你们一起来吧 康儿 父王 父王 欧阳克 你太嚣张了 你如此目中无人 我们师兄弟 先唤唤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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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sexual 来 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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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偏不倚 正好打中趋持学 灵志上人 看来你这只毒掌就是不废 那以后也只能用来念念经了 老夫自认带毒 没有想到毒中自有毒中手 你欧阳课不愧是吸毒 欧阳锋的传人呐 看样子你们都认输了 认输了 欧阳课 彼时还没结束 你我还未分胜负 你不是说 不会因为我王爷的身份而让我吗 来吧 不必了 大家都挺手吧 首领一位当属白铺山少侠 欧阳课 父王 给孩儿一个机会 孩儿一定会赢 没这个必要了 今天不管谁胜出 都要听命于本王 康儿 你马上要被册封为王了 恭喜小王爷 在下欧阳课 率领众位武林高手 一定效忠王爷与小王爷 恭喜小王爷 恭喜小王爷 是 康儿 你刚才叫父王做 爹爹 父王可喜欢孩儿这么叫他了 孩儿自己也喜欢这么叫 娘 爹还说 我生日那天 娘就会搬回宫里 跟我们一块住 是吗 是真的 娘 孩儿太高兴了 孩儿觉得 三个人可以住在一起 是最幸福的事情 娘 我们以后一直都这样好不好 好 静哥哥 你快多告诉我一点 关于你的事啊 不然将来 我怎么帮你一起闯荡江湖呢 好啊 可是荣儿 我以前的事情 我都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 要不这样好了 以后发生的事情呢 我的全部都告诉你 一点都不保留的 你这好不好啊 如儿 你怎么了 没什么 看来是个受了重伤的老道士 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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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静哥哥 你认识他啊 怎么了 你认识他啊 他出手帮过我的 当长 当长 你以为是中毒 他中了毒 你以为我真是中毒 好 他是用内功把体内的毒破出来 化在水里 至少还要再换两根清水才行的 哦 运功的时候也不得受他人阻碍 否则啊 前功尽废 走 走 走 好 道长 慢一点 嗯 毒素果然已经清掉七八成了 荣儿 你真厉害啊 说是四缸水就是四缸水 你怎么知道的 荆哥哥 你看 这道士身中剧毒 居然还不死 内力之身后绝非等闲之辈 防人之心不可恶 你快去问问他的来头出身 去啊 敢问道长法号 小兄弟 借问全真道长马玉 跟你有何渊源啊 哦 马大长 他曾经教过晚辈两年内功的 哦 原来如此啊 其实啊 我在你比武时 从你的功夫中就已经看出来了 贫道也正好是马道长的师弟 全真教七子之一 王楚一 王楚一 也可以算是你的师叔吧 晚辈不敢 马大长不让我叫他师父的 我都是管他叫道长大叔 所以我也不能叫你师叔了 行 行哪 王大长 我怎么样可以救你 小兄弟啊 我写个药方给你 你拿去帮我买药吧 嗯 好 老板 我们要买这些药 对不起 你要的这四种药啊 我们都没有了 怎么会呢 这是最普通的药啊 确实对不起 算了 我们去别的店找吧 这些药刚卖完了呀 我们没有了 真没有了 师叔不是说 这四味是最平常不过的药吗 怎么会这么难找呢 节省时间 我们分头找 嗯 全城的药店怎么都会卖完了呢 什么 药店没药卖 我不相信 快拿出来 总之这药都卖完了 客官 你走吧 姑娘 姑娘 饶命 饶命 臭老头 再不把药交出来 我就把你的手指当露绒 一根根的切断 再碾磨粉 大叔 大叔 我求求你了 我的师叔他中了剧毒 没有这四味药的话 他会有生命危险的 可我真的没有啊 你起来吧 我求求你了 大叔 起来吧 求求你了 客官 你咬的那些药 可我们真的没有啊 都叫别人给买走了呀 全城的药店都没有 这 蓉儿 要不这样吧 我到临近的城镇去看一看 你累了 你先回客栈休息吧 我不累 不过金哥哥 你也不必去找了 这 这怎么可以啊 我跟你说吧 那些药店很明显就被收买了 那妖僧 必定知道那道士急需这些解药 所以就事先先把方圆百里的药 都给收去了 那帮人 根本是要害这个道士 我们还去找药 岂不很笨 太可恶了 他们跟王道长无冤无仇的 为什么要这么恶毒啊 那 蓉儿 那道长他还有救吗 算了吧 金哥哥 你跟他道士也不过相识半日 凭水相逢嘛 不必为他这样劳心劳力的 再说 如果他毒发死了 也怪不了你啊 蓉儿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呀 你这样也太无情无义了吧 道长他是个好人 他是我的师叔 我一定要救他的 我拼了命也要救他的 你这么做 你跟那些坏人有什么区别啊 你骂我 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敢骂我 我爹只骂过我这么一次 我便恨死了他 是啊 我是毒 我是坏 我不善良 我没有良心 我 我 我不是有心骂你 我是心里面着急 我 我想到王道长 他跟我萍水相逢 就像我跟蓉儿你一样 那 那要是你中毒了 我又想不到办法来救你 只能看着你受苦 看着你死 我也会很难过的 静哥哥 你好善良啊 蓉儿 你不要哭嘛 都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骂你的 不 我哭是因为 从小到大 没有人像你对我这么好 还有 从小我爹 就没教过我善良 我不懂 我不懂 所以这一次 输给你了 那 不懂也没关系 可以学吗 你看我这么笨 不一样也学会了 好 我跟你学 走 去哪里啊 找药 救人哪 忽念慈姑娘 玉妖相见 今晚子时 有人会在桥头接你 玩延坑 你放开 后来 英雄 睁起了风尘 再以望无影的荒漠 心若重生 不断的眼神 谁要望着孤土中原 用一声不定的追问 尽归何方 去为谁唱 青纱随风 满戒思念的伤 英雄伤心为谁嫉妒情长 轻声不断与谁今生奔赏 因为决总罢只剩将长 这一声为谁刻下伤 千年的苦功 好情好破长痛 梦不断 英雄相依荣常 敌人中相关 对酒小谭江山 梦不断的眼神 谁要望着孤土中原 用一声不定的追问 尽归何方 去为谁唱 青纱随风 满戒思念的伤 英雄伤心为谁嫉妒情长 轻声不断与谁轻声奔赏 因为决总罢只剩将长 这一声为谁刻下伤 疼 千年的苦功 好情化过长空 我们不断 英雄相依荣常 敌人中相关 对酒小谭江山 对酒小谭都相issant 对酒小谭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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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